最近几天,在UV爱养伤缺席比赛的情况下,RMV先后拿出了双上单,双打也等,以往从来没有拿出来过的独特阵容,粉丝们起初都十分的关注RMV的大胆尝试,能够取得成效,会不会中途翻车。 但是当RMV战队怎么摇摆,都能拿下比赛胜利的时候,粉丝们的目光就从RMV比赛转移到了拿个停赛休养的小胖子UV爱的身上,小狗UV爱众所周知,UV爱在暂停上场比赛之后,紧接着就宣布要在直播间和粉丝们见面。 作为一名世界级顶尖明星AD拳手,UV爱的直播间本来就人气超高,加上前几日,UV爱还一改常态地解说了,RMV战队和EDG战队的比赛,人气更是远远超过了官方直播间。 大家都知道,直播间人气是个好东西,当然是多多一善,越高越好,但是今天UV爱就面临了人气高的苦恼,激进崩溃。 UV爱直播时的人气今天下午,UV爱和往常一样开启了直播。 这一次,UV爱没有再去打低端排位,或者是无限乱动,而是选择打高端局,并且还玩的是自己的本命ADC位游戏中,UV爱一手老鼠,前期一直没所发育,但是也没能幸免惨遭针对,直到中期一波团战,受到三颗人头之后才将战绩打平。 而此时UV爱也成功拿到了基础性装备,能小小的发挥一下,接连开启了两波屠杀,粉丝们都纷纷扣起666称赞UV爱优秀的操作。 小狗开直播,虽然面对对面突进能力极强的凯隐等英雄,UV爱也曾几次被杀,但是毫无悬念的是,UV爱还是凭借稳定的发挥稳稳的带领队伍,赢得了比赛的胜利。 小狗带领队伍取得胜利比赛结束之后,UV爱的音频设备,遇到了一些小问题需要进行调试,于是UV爱就打开了QQ的登录页面,登录进行远程协助,但是UV爱却十分不小心地将QQ账号展示在了直播页面中。 这一波不小心不当紧,UV爱的QQ瞬间炸锅,申请家好友的咳嗽声,持续不断地蔓延开来,咳嗽声堪比打雷,咳嗽声一直持续了五分钟之久。 期间UV爱一直告诉粉丝不要在家了,但是依旧无济于事,直播间里一度听不见UV爱的说话声,可以说十分地崩溃了。 小狗曝光了QQ对此,脾气很好的UV爱虽然已经非常崩溃,但也只是笑笑不说话,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,也是充分展现出了UV爱内心的无奈。 小狗满脸的无奈这一波不小心的操作,让UV爱直播间持续打雷五分钟,可以看得出作为一名明星选手的热度之高。 这只是UV爱直播间里的一个小插曲,很快UV爱就恢复了正常的直播开始进入游戏。 虽然UV爱开直播打比赛接地气,加上可以和粉丝们互动,粉丝们都感觉非常舒服。 但是我相信,粉丝们还都是希望UV爱能好好养伤,争取早日回归赛场,在赛场上给我们展现自己真正的强大实力,带领RMG战队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。